劳动部明天会对外预告以利益修的修法内容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分享 针对全国关注的以利益修修法 劳动部晋升一个上午后 劳动部主任秘书陈明仁下午接受媒体访问时 证实在明日立院进行格奎赖清德的施政总质询 最后一天结束后 劳动部便会以最快时成对外预告以利益修的修法内容 对于最快江淤明 31日天下午提出劳动部版本的以利益修修法内容 陈明仁也并未否认 但他也提到主要将是明天上午立法院总质询进度而定 目前登记质询的委员有19位 其中4位是提书面质询 陈明仁表示 行政院长赖清德有指示 此次以利益修的修法 一定要掌握保障劳工的工作权益 和给雇主一定的经营弹性二大方向 此外 由于院长赖清德相当重视立法委员们的看法 因此一定会等明天立法院总质询结束 行政部门才会提出看法 但也一定会在11月中旬前 把劳基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 而针对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对于以利益修修法时 承上了要求和原则上的掌握 陈明仁强调 劳动部都已做好相关准备 若明天上午的立院总质询内容 未有和先前收集的相关资料有太大的出入 劳动部版本的以利益修修法内容就会公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